新的拉吧新拉最稳嗯 这样一来两名的阵容全部敲定 但微博这把掏了一手石头人出来啊 哇这把挺期待的啊 看看 帅哥这个石头人 嗯 但石头人打凯的的话 我觉得消耗能力肯定是 没啥问题 都滚溜溜球 嗯 但石头人他其实一般在上楼是打那种 AD型的英雄会比较厉害 是 因为他有这个 呃 护甲的一个加成嘛 这方面我听说大家都主打W打上楼是吧 呃就就感觉上楼现在坦克石头人算是路人里的一个啊 比赛里面肯定是不如葵档奇跟赛恩的 哎这把也要看Wizibo怎么去处理这个石头人了 这把算是微博的一个奇招啊 专门用来打凯南的 因为明老师在四楼那个位置就说了 微博搬了赛拉斯就是逼你拿凯南 哎那这样也看看这个石头人有没有特别好的效果吧 嗯 WB这把阵容确实还是前后排很分明的嘛 前面对吧 石头人加朱妹去做开团手 后面的话双射手 然后还有露露能保护 哎呦 哦艾黎石头人啊 加油 WB加油 多蓝界没问题 艾黎 加油 B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免碎 他感觉的是我带会心会被坎南堵啊 对吧 坎南因为可能会叫意境的先拉开 不会被会心砸到 当然是我们的猜测 嗯 哎等等 这一级这个 先先笑了好一些 先打一波法律留系带 看看法律留系带啊 胶着没问题 没问题 其他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灰心换成了艾黎 是艾哥的理解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吧 两边上路都是艾黎 这把的焦点可能要放在上路一点了 感觉这两个人可能打6就灰心是那种击杀啊 对吧 因为打6就感觉两边血量和可能都不是很健康 主要是都一直在吃技能 那 反而下路这把可能要平静很多 哎 但这里 跟兵一起上线 还是要cue你一下 看看是不是保险的往后站啊 这个站位 没问题 这把RAWNIP的双C还没位移 这个石头人可能在团圆的时候对双C的限制还挺大的 嗯 拿雷凯加个双抗 是吧 感觉要看中上了呀 下路反而就是大家都要发育 对 两边都是萃取啊 萃取加进化 感觉杀心都不够 萃取进化加治疗 下路这把可能对线是满难产生人头的 前面几个技能GIM这边挺准的 嗯 但小炮这边还是先抢线 而且一只应该是用W上去打了一整套了 哎呦 这Q真准啊 是 没怎么空啊 哎 这个走位 EQ 加上 偷一层魂 嗯 哎 插了个眼 方便我Q你 但是这个线权肯定还是在凯南这边 这就没办法 电云A一下 上一次的使用者啊 也恰好是NIP前身 这个V5战队瑞池啊 嗯 当然现在瑞池选手已经是不在NIP了 嗯 感觉每年都会有这么一两场很经典的比赛 是由石头人去带创造的 哦呀 秒学一个二级Q 再再low一层 真难受 主要现在对于 赛格来讲 就是这个 得 等级再高一点 等到那个五级 哎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消耗就比较高了 是 现在属于是就 伤害没那么高呢 又费兰 哎刚刚没有注意 那个 Invisible的那个 服务有没有点那个魔盾啊 应该点了 点了点 他打对面那个上移 对 应该会要点一个无消化法球的 要不然感觉六级那波有机会杀的 是 这种溜溜球丢了两三个 那个血量就很低了 看看 有被动再过来丢你一下 哎 两边玩得好开心啊 上路 不停的丢技能 丢丢怪 但是实在都来了 直播 我这个位置没演到 Invisible等下一个亿 下一个E下一个W 如果能一闪中的话 挂上被动有机会 但是好像看了一下 赛哥这个走位 算了 算了 比较稳 啊 法刘膝带是有的 这没问题 打扰减CD 打表过篮步 别被推走 反正还是比较快 但是还是被A出了一个满意 中文小炮这个版本 确实蛮强势的 有的时候选出来 你真的不知道 拿什么去针对他 是 不过小炮在前面 已经回过一次城了 第一次回家 补了个附庸性药水 这个应该也是前面 Dream对线对的比较不错 Dream这把对线打得好的呀 他这个感觉 看了一下细节 每一个Q 包括这个推 都能打到 全中 嗯 但这一波 赛都从线上过来 进草里 而且下个这个线 又是个前推线 哎 但是这个眼看到了 这个眼 没想到 那这样要浪费时间了 无效化法就刚才打出来了 那这个血量比较暧昧啊 就在那边勾引你一下 哎 往前走一步 断一下 哎 这就玩得挺难受的了 赶紧扫一下 这个线这样还能推过去 那因为这步要交踢了 嗯 那这个对线 其实对于石头人的前期 过得还是比较舒服的 补刀肯定会被压一些 但也能接受 对 看他这把出装 怎么考虑 就感觉得是肉装吧 不会给你搞那种 鸡石头人吗 暗夜收割者 哎 这黑暗风也 这三个也不好说 先电一个 这个不好说 嗯 应该就是电一个 嗯 后面再看情况 这玩意还不会给你搞那种 什么火箭要后代之类的 要路人我肯定这样玩了 只玩那个视觉效果 对吗 路人不管的呀 火箭要再骗一下 然后闪现再骗一下 那种玩意还很爽的 对 不确定 再看看 可能现在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 现在全球很多石头人大脑当机了 都分给晒哥了 小龙刷了 这把第一条龙是个水龙啊 但是因为这个上中的对线 导致大家对于下半区 这个小龙都没有太大的欲望 这一局 那微博这边先动吧 下路的话 先推进去 还是有机会直接把小龙控下来的 嗯 对微博来讲 前期能拿到龙 真的很舒服 这个时候Q等级高起来 因为瑟博就要注意自己的一个血量了 是的 基本这个350血 就斩插线了 400血甚至也够 哎呦 把六系带打出来 以瑟博这波是有闪线 但还跑不掉了呀 直接把这个单杀 说的就是这一波 六级三级Q Q你两下就可以进斩插线了 以瑟博年轻了 主要这血量其实远远超过400多 而这中午以来 同一版接上卡塔空中接力 但是卡塔没6啊 伤害够吗 刷新 闪线一下 差一下 哎呦 小虎这边自行回头 主要卡哥刚刚这个W闪没甩出来 被推了一下 是的 上路想要找这个石头人 扫一下扫到了 QE技能减攻速 然后跑 5级的猴子没那么好杀 主要还有闪现 对 俺也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兄弟 都是兄弟 这一波只有一个活法就得闪现躲这个大 对 闪现躲不了大 主要他这个E技能还中了 这也是四五百血左右 哦呦 躲不了大就没办法 即便有法游戏 呃不即便有这个 无效化法球 无效化法球也没用 或者他这一波就第一波回家得补一个那个 人家得补个小魔抗 小魔抗之类的 要不然真扛不住啊 他这个 赛哥这心里拿你的也不错 来 超线暴闪一开 直接找卓 卓哥这位置得交闪了 把闪现交了出来 嗯 安妮的闪现还是挺关键的 尤其是马上到6的安妮 其实如果有闪 后面可以配合打也是做点事情 但现在没闪了 嗯 这个开团距离就全对来说要短很多了 对没问题 大家换你个闪 安妮真的是太依赖闪现了 那这下下路又能吃肚层了 包抵哥一个人在下路 不好去防守 虽然这波有营业 但肚层肯定还是要交出来 塔下补刀吧 嗯 Light跟刘青松两名选手 这个下路的对线 嗯 在这两局比赛里面 都起到了非常好的压制效果 其实NIP就是把只有一条路对线打比 好像一个中路 嗯 中路感觉最后这把的对线没毛病啊 上下 有想法 包抵哥 对下路 但也逼不住技能了 即便Light这边没大 主要下半区没资源 那与此同时上半区 就难受了 在你的眼上把先锋唤醒 但同时 小地图也能看到 在针对着 WBG的下路双人组 动手了 刘青松被打了一个闪线 嗯 逼了个闪 但是这个线还没推进塔里啊 还是要过来接的这波线 但是Dream在往下动啊 金子拉要往下给压力了 看小伙子这边有没有给信号 刘青松是没闪线 没治疗的 这波 NIP的中野双6 摊线没准真要出事 看一下 这波有机会哦 杀多这里也有大招 这波看来是一定要动手的 必须要动了 Light有6级 小虎交7没问题 我应该是沟通过的 看到人就直接交7 再cue你一下 这有大招的 这个Invasive宝是想玩个极限的 意思是 你也在闪线 我又闪 你有大 想待会闪线躲一下 但这个选择太危险了呀 游下角也看到 刚刚就是Shadow 点爆炸果实过来 直接就逼出了 刘青松的闪线 嗯 哇 Invasive宝 现在就 现在就进入折磨时间了 这十多人 相当折磨 Q技能一高起来 真打不了 他有个水银鞋 打他吧 他又不痛 电不晕他 阿格来 这个推 没能够推走 而且在原地冰住 打一套 打个双破冰吗 感觉也不太过伤害 算了 反正前面自愿 已经被喀哥 全控下来 嗯 我真是AP石头人 来了 来了呀 真来了 这得这样玩 我都单杀了 你不让我出AP 这发电机 一出这个味就对了呀 那我单杀了 你不让我出 快乐一局呀 换刀下路来 吃点肚层 而且先锋也放出来了 绿白刀追着A一下 走也躲开 周路也在吃啊 这个换线 感觉又是微博全赚 是的 十分钟的时间 又是领先了 两千多了 虽然跟上法比起来 是差远了 但是不得不说 还是一个很大 很大的经济领先了 嗯 这把 这个阵容上面 在团战端的表现 肯定微博要更简单一些 是 而且石头人那个点 刚才谈到了 对NIP这边的三个核吧 威胁都挺大的 主要他一开始 我们说威胁大 现在是伤害比较高 对 他致命了 其实也就 跟着经济上 晒哥是排的第二 享受了 现在就享受了 有这个发电机 Q一下 带着发电机 带着爱里 带着胶着 嗯 现在发电机 也叠满了 这个 回来也没那么难受了 推线又快 对 现在石头人这个 被动也刷得快 动不动这个盾 就刷出来了 要打这波小龙团吗 要开了 开还可以 小秒刘青松 刘青松 刘青松大招给自己 没有闪现的 露露没死掉 月份感伤还不太够 那大招打了一下 刘青松的状态 但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小龙应该还是能拿的 咖哥有没有想法 自己是有闪的 要不要Q下去逞一下 然后再闪回来 下去 抢到了 135抢到了 交闪走 没问题 这NIP 七花了呀 这一波 没办法 几个人也都没 没什么留意能力了 Shadow这个逞落的 稍微有点早啊 比较糙这一波 又是3000块了 3000块再加个 两条小龙 这NIP这一把的阵容 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就找机会 只能依赖Shadow的大招 包括说卓戈的大招 现在这两个大招 要全部进入CD了 哎呀 这边被折磨得够呛 这已经开始了 感觉就有一点点有想法 陈璐在做假动作 又Q了一下 假动作感觉在骗你 主要这会儿 Invencible应该是精神高度集中 随时在想着 这个闪现头就在F上 手就在F上 主要那个 德山一直往他脸上靠 就是距离越近越容易被打倒 挺吓人的 下路要一塔了 前面也放过先锋 撞过一头嘛 下一波线基本就能拆掉了 哪些一个局面 对NIP来说还是挺难受的 中野也一直在被推 辛德拉也动不了 下路跟上路都是被压在了塔下 其实三条线的局面都挺难受的 是的 全是 本身下路的条线 可能不是一个强打线的组合吧 但是面对 厄菲流斯加安妮就显得很强了 对 帅哥这把出装 还很有想法 又买了一个衣室的章节 散剑王 散剑王 全是旅行装 我感觉他第一次回家做水银鞋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想到要出AP 后来打着打着 越打越开心了 解放天性了 对 就要来一把精兴剧了 卡哥上铐了 这波因为这波是没TP的 有点难以操作 看看这波怎么操作 谁先手QR 根本不给操作的空间 再接一个大招 伤害动吗 差一丝血 差一丝 交个万灵街道引 没死掉 把线清了 这波是很关键啊 逃过一级 这波无效化法球就立大功了 是 而且这闪还省下来了 火箭要带 伤害确实不太够 但这样一来 星达拉梯上 中塔第一时间是失守的 微博又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直接把中塔给拔了 而且还有个爆破 这一下子拆得挺快的 这一下子经济差又被拉开了 站着点悬赏都拉出来了 14分半 只能说 比上把应该晚了半分钟 是 这把还是个火龙魂 因为这波 小炮跳脸上 没大的凯南 是的 可以继续杀W 火箭要带躲一下 这个W的减速 那应该杀不掉的 还是伤害不太够 毕竟现在小虎还没有陈装 他一直没回家 但是这个二先锋 NIP 是不是得争一下 这个时候如果再不争 那又要进入那种 被微博慢慢运营折磨的局面了 这波波利给狂疯了 感觉是想要来稍微打一打架的 感觉赛哥这个出装奔着永霜去了呀 你几秒钟没问题 就跟玩什么机器人这种英雄都要出个永霜什么的 对吧 主要这个二先锋也被微博拿到以后 NIP就非常非常难受了 前面也说这阵容不好找机会 左边这些人你想找到机会太难了 石头人有大 小炮有W有闪现 泽利用的翻墙 而且后排还都会被鹿鹿稍微保护一下 你要是真开感觉 开这个鹿鹿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 反而 对 但是偏偏这鹿鹿 他是网敏啊 他还不是永霜 他还不是永霜呢 他这个 就唯一的刷法就比较难死 低波打的 很肉 我很肉 看着就 我进去吃第一波伤害没问题 就他想玩输出的 然后可能 这个 又不那么完全输出 教练下场前说 你就把他得出肉 得输出肉 他这个又交代嘛 就是我出肉了 王敏也是肉 赛哥说这个应该算肉 这个绝对算 王敏也是输出桩里面最肉的 嗯 肉桩里面最输出的 算了圆不下去了 感觉就是可能 可能就是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不好说 看看效果 火龙刷了 打着打着就感觉到了吧 嗯 现在 第三条需要接呀 赛哥慢慢又往下走 他是没TP的 但第一时间 NIP众人也没法 靠到这个龙坑里 因为要抢中线 对 而且这么也 小朋友 哎呦 Mirth要洗脸了 我逢这个进化 节奋是真快呀 但是这边应该也留不住了 打小龙吧 Invincible 这位是小 小兆 被看到了 天雷嘛 但是对面那几个比较肉 不但好经常 Invincible 嗯 被喀哥单防了 嗯 则赛来了 则赛手握闪现 手握大招 看找谁 状态上面 好像NIP这里不是很健康啊 Fortique跟Shadow都不是满血 现在这个时候 NIP很急啊 必须要接 哎 被找到了 转角遇到了小虎 先闪现在 W拉开 哦小虎很稳健 是真的 不好找到C位的机会 赛哥一个人 最前面 闪现下来 第四个 第四个 哇 战斗天空转下来 但是伤害不够啊 打得已经很漂亮了 但是被微博瞬间融化了 你的上野 一换二 现在是四打三的局面 但对于微博来讲 自家这边是没有打野的 而且赛哥也没有大招了 左边其实蛮吃自己的 赛哥这个大招的 选择抢中线去摸一下对面的庄二塔 看赛哥这个玩法 真的是 我就站在你面前 网面是能吃第一波的 吃住了 真的 挺肉的 再看看这波吧 这里是小卓 视野是看到了 然后一个W晕 嗯 第一时间想留小虎的 但是没留到 但第二时间 Invincible的这个进场 确实是很漂亮 这安妮招的TBoss 好像石头人啊 嗯 同色石头人 Invincible这边第一时间进场 大来可以 但是微博这边的双C 招式里面闪现了 没伤害真是 主要双C的伤害很难跟吧 对跟不上 这就是又打起来了 猴子倒了 猴子你倒了 那小龙 小龙就有了呀 哎呀 这突如其来的一波团 完以后 NIP一下又崩掉了 整个局面一下子 不知道该怎么去止住了 越撕越大这个扣子 还是没什么节奏感觉 下路一直被推线 然后几条线吧 应该说上路凯南这个点 六级前能推 但是中下在前面 一直在被推 然后中路也动不了 下路 也是被牢牢拴在塔下 说实话 感觉这版本主动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还是没什么限权 对主要 这个BO3打到目前为止 一局半的时间 整个看上来最大的感觉 还是NIP对线就没打过 这个游戏现在这个版本 太强调太强调对线了 对线没打过 其实到后面 你团战的容错率 就会特别特别低 主要一直在塔下 你一直在塔下 你打也不好动 对吧 这把其实也不能说 Shadow这里没节奏 或者怎么样 就是中下反正一直在塔下 其实Dream在推线 对线的时候 几个推还挺漂亮的 但是也没有说 能够配合Shadow去GXS小虎 毕竟小炮这种难 作为中单英雄太难被抓了 是的 那拖到后面的话 其实微博这边的双C 也基本上装备成型了 这个双射手一旦成型 加上不缺AP输出 Shadow这第二件 奔影燕去了 很难防 现在对于AIP来讲 就必须得去找个机会 而他们这个阵容 在自己装备 没有完全成型之前 又不能仅依赖团战 主要这石头人 只要站在正面 那个双C就没办法 安心的输出 即使自己的前排进去了 自己也还必须要 一直去看着 对面石头人进场的位置 和时机 石头人有大的时候 NIP这样一个 无位移的双C 太难 往前站了 就站到一个进攻位置了 基本上都是偏防御的 20分钟大龙刷了 现在两边开始围绕 这个上半区 进行视野的争夺 但NIP现在没办法 只能被压在塔下 跟对线期 其实没什么差别 这把小虎跟灯黄也很肥啊 灯这边已经快三件了 赖的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健 往前看视野 交分身 卫博再次选择抱团 视野很难做出来 现在NIP是被压到了二塔附近 又是搭到了Shadow这里 下路一撕血 因为这波撕血逃生 小虎是差点完成了一个单杀 中路的二塔也在被逼近啊 Forty哥顶在前面 但他这个位置也不太好去开 凯南有TP哦 要不要踢一波 在这边有个眼 来了就这个眼 这位置还可以 但是凯南没闪现 猴子转起来要迈自己 但是Shadow可能倒的一点快 Shadow直接没了 凯南顶在前面 赖的这边再赶着双C打 小炮也从侧义切了过来 双C被融了 Emecebo过来 队友已经没几个人了 Emecebo也倒地 打了一波零换舞 这波是不能用 帅哥 帅哥 庆祝大 哇 防御塔也大呀 Shadow 主要这个团战 真没什么说法呀 赖他就一个人 把所有人都追着 全部都杀掉了 微波这边 对于凯南绕后的处理 实在是太完美了 他们五个人站得很分散 很分散 导致Emecebo下来 大概五到十秒钟的时间里面 没有办法去用自己的大招 猴子复活了 出来 能不能守一下 一棍子敲在石头身上 不痛不痒 焦分身 自己快死了 小虎再次跳到脸上 但是水晶也就要爆炸了 那这样我们要恭喜微波 2比0 直接带走NIP 两局比赛都很快速的结束 两局比赛 加起来没到50分钟 是的 基本上就是24分钟左右吧 是的 那这样微波也是成功挺进季后赛啊 成功锁定了第四个进入季后赛的席位 是的 再次恭喜微波 那另外一边NIP 在本场0比2落败之后 也将确定 无缘2023LPL春季赛的季后赛了 是的 之后的比赛就是 多多加油吧